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心裡謊言有苦衷 都是為了病患好 跟他講說心肌梗塞這四個字 他當場可能就 心肌梗塞 妳看 我們來牽制 那他為了開什麼刀 小刀盲腸 大盲腸 大盲腸 有時候血是指的 然後媽媽血量炎 醫生媽媽現在怎麼樣 你媽媽現在很穩定 他有問到 要你幫他照顧自己 他沒有關係 好痛喔 好感動喔 面對病人言不由衷 醫師心裡有苦衷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 看三位來賓 分享醫師善意的話術 到底醫師說了什麼 佛心來著的話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醫師的一憑一笑 都牽引著我們的心情 比方說像我們 之前去看健康報告 我就這樣 他就 我就 怎麼了 就是你的一憑一笑 真的其實很牽引我們 所以有時候 你們如果給我們一點點 講話比較和緩一點點 沒有那麼一陣見血 其實我們都會好過很多 江醫師的一憑一笑也OK嗎 你講話很直 你會 對啊 你不再說話 對啊 外國人都說法理情 我們台灣總是情擺在最前面 對 那現在你問我們醫生會不會說謊 還是會啦 還是會啦 對 其實我們都冒著神秘 給你去說 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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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如果問我說 醫生你覺得我今天長得特別漂亮 我還是會說謊 欸 你媽媽好 我沒有覺得我太胖嗎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 就類似這樣 就會說還好 類似這樣 沒有啦 其實 帶舞帶少爺 太厲害了 欸 會講話 我自己講話 厲害 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覺得還是真正 就是無傷大雅 或是其實真的是會變得好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選擇幫忙一下 因為 其實我們之前就遇到 一個還蠻感傷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急診室同時送來兩對母子 他媽媽大概快80歲了 他兒子四十幾歲 他兒子開車載他 就是他媽媽坐在旁邊 可是很小就撞到 撞到的時候 送到我們計程室的時候 兒子是昏迷的 但是其實我們做電腦突然的時候 他是有腦出血 他是不用開刀 媽媽就很慘了 一到我們計程室的時候 第一次換腦出血 肚子一樣 就像青蛙的肚子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馬上就 衝到開他房去 趕快去把他肚子打開來 想說有沒有辦法止血 看有沒有辦法把他媽媽救回來 結果最後學去止了 但是媽媽的心跳一停 就是根本就是在手術台上 就拉不回來 因為實在是出血太多 剛開始大家也沒有想說 要去怎麼跟他講 因為他還昏迷 結果就也不用講 也插著管也不用講 可是隔了兩天之後 他的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他就把管了 家屬好像全部頭低低的 反正都很哀傷的樣子 我想說奇怪 你們是不希望他把管是不是 沒有 他們就說 那如果他明天醒過來的時候 他問他媽媽要怎麼辦 所以我就 我就知道 我就說那可能你們家屬 要商量好看 怎麼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說那個醫生不好意思 我們昨天商量好了 就是 我說那你們希望我怎麼說嗎 你們希望我怎麼說嗎 是直說還是怎麼樣 他就說 你可能可不可以跟他講說 就是 就是不要講他已經過去了 就是狀況還算穩定 這樣子可不可以 我覺得這種忙 我覺得還是要幫 對啊 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那病人已經醒過來了 他第一次看到我 他就說 醫生那個媽媽現在怎麼樣 那時候一問 那其他家屬全部都頭低低的這樣 都眼神都轉過去 沒有要看他 就只剩下我跟他對著 我就說 還可以 現在也在家務病房 他說也在家務病房 那我可不可以過去看一下 我說你又不能夠 他就說 那個可不可以請護士小姐 把床下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說沒有啦 你在這邊是九樓 你媽媽在十三樓 你好重喔 我說我不是在家務病房 所以那還不行 我說你媽媽現在很穩定 他有問到你 他有問到你 他叫你趕快好 你趕快好 你就可以去看他了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這樣講好像真的有用 因為他後來 回覆的速度比我們想像中的 快非常多 所以第三天他就 出家務病房 就一出家務病房那一天 就很慘了 我就跟他們交互相 我就說那 他已經出來了 他就一直吵著 他從裡面就開始吵 之後他要上去看 他要上去看媽媽 他現在出來了 你要不要跟他講 不過他哥哥還是殺了一個謊 他說其實媽媽那一天 就是救不回來就脫失了 但是我跟你講 媽媽有說 叫女朋友照顧自己 他沒有怪你 他沒有怪你 好感人喔 所以突然那個小孩子 在那邊一直哭 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吹牆壁 一直吹那個床 對啊 但是事實上 他媽媽根本就 連遺言都來不及交代 根本就沒有這句話 對啊 所以我說這種忙 我們還是會幫的 還是會幫的 可是大哥也滿有智慧的 對啊 就是至少讓他兒子 減低一點這個感覺 對 一定的 江醫師剛剛講的 雖然是善意的謊言 但我還是要說 因為我爸爸就是有這個狀況 因為我爸爸之前 他就是心臟有點問題 他之前就是走路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 就很喘 然後不舒服 然後就去檢查 然後檢查出來之中 醫生就跟他講說 然後很嚴重 然後因為我爸爸 他們家有家族病識 所以他就很緊張 可是他之前就聽他的哥哥 就也有心肌梗塞 就說他開刀很痛 怎麼樣怎麼樣的 他就跟醫生講說 我不要就是很痛 拜託 我不要開刀 不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醫生可能聽一聽 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這個其實也還OK 現在有一種手術很先進 只要裝支架就可以了 他說那手術很快 然後噓噓噓 一下就弄好 也不會痛怎麼樣 然後我爸聽了就很安心 他就想說OK OK 那就裝支架 就立刻預約了那個時間 然後回家之後 過沒幾天 他就喘得更嚴重了 就在等待 要去做支架那個時候 然後喘得更嚴重 然後心臟又痛 就是病情突然間就變得不好這樣 然後他就去我親戚介紹 就是他們之前去看的那個醫生 結果那醫生一看 他就立刻跟他講說 你這個怎麼可能裝支架就好 他說你這個 一定要做繞道手術 但我爸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 那既然我明明就是要做繞道手術 那醫生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覺得有的時候 醫生會看那個病人的緊張 對 我看我講了一個 假設講繞道手術 我跟妳解釋一小時 妳在那邊尿褲子 我乾脆不要這個時候 跟你正面 先跟你講說 有另外一個選項 還是妳比較平安一點 我今天講個故事 在我剛出道的時候 大概 剛出道的時候 你是小虎最難的 其實出道有點久了 曾經過 曾經過 其實遇到個個案 他移民加拿大 然後他本身在加拿大 都有在做一些健康檢查 可是他最近就覺得 他有點身體怪怪不舒服 有點說運動會喘嗎 也沒有 就是有點無力不舒服 那你知道 在國外都要先看他的嘉醫科醫生 那嘉醫科醫生很了解他的狀況 我覺得他狀況還好 就是說剛做過檢查 那也還好 就像過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他有點擔心 好不好 他從加拿大 特別飛回來 那飛回來 你又知道他還有健保 然後他想說 看我們診所說 我們診所有點大 你們這邊有沒有設備 他說什麼設備 可不可以做一些檢查 我說 那我先問診嘛 他就聽他講這些故事 然後就幫他去做一個心電圖 電圖一做出來 缺氧的狀況 已經出現了 那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你跟他講說 心肌梗塞這四個字 我告訴你 嚇死了 他當場可能就心肌梗塞一個 你看 馬上發作 馬上發作 這時候你就跟他講說 這位先生 你真的有狀況 心臟可能有問題 那我就要開個轉診 讓你去大醫院去 做進步的檢查 他就問了 那我剛坐飛機下來 我可以等明天再去嗎 我說可能不要 現在去可能比較好 那我怎麼去呢 我說我們的診所 這附近的就是長庚醫院 五分鐘 如果紅綠燈不算 三分半鐘就會到 我請我們櫃台 幫你叫 叫計程車 然後我把你的轉診單準備好 心電圖準備好 一進去之後 三個禮拜 這個病人回來了 他就問我兩件事說 王醫師 你跟急診室的醫生很熟嗎 我說 我們常常轉診不算很熟 為什麼拿你的轉診單進去之後 馬上請護理長 把我帶到一個隔壁 比較安靜的房間 他開始聯絡很多電話 聯絡什麼心導管事 聯絡什麼心臟加護病房 好像然後講了一大堆 然後後來就叫我 簽了很多字 問我家裡有沒有人 然後我覺得 他告訴我 心肌梗三 是對呀 那你當下沒有跟我講 我說我很擔心 你原來是穩定的心腳痛 萬一當下變成不穩定的 萬一在這邊出問題 其實說實在 那個時候我冒得其實風險算大 其實後來想一下真的 他能夠很平順去 算是他的病情算穩定 像我另外再講一個故事 我曾經在北大當過校醫 他裡面有一個教護長 他很忙 他有一天 來找我說 腫了一塊 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他之前我爸做健康檢查 糖尿病很嚴重 糖外血的射數大於10以上 我就把他轉給新陳代謝科 處理 可是他不乖 控制得不好 腫很大 那天一涼體溫發燒 我說你的問題很嚴重 他就跟我說 很忙 可不可以等禮拜再看病 我說不行 那我可不可以回家 先問我老婆 幫我收燈 我說不行 他說王醫師你要怎麼樣 我馬上叫計程車 然後告訴你 你要去台大 結果他一去 所以有些病人 他明明很緊張 你要叫他不要那麼緊張 有些病人 真的不知道危險性 你要壓著他 真的壓著他 故事告訴我們 王醫師跟哪個醫院 都不太熟 但是 台灣大車 對 他的股份 對 千萬不要讓王醫師叫計程車 發生事件很大 你是聽不到他叫計程車 都不叫計程車 都不叫計程車 你不要幫我叫計程車 真的就像剛剛江醫師說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是要看病人的狀況 因為我的經驗是 那是算我滿小的時候 我國小的時候 然後我的外婆她是有確診 就是肝臟有腫瘤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外婆也差不多七八十歲了 醫生是建議做 那個年代是 對 但是酸塞它就是一種手術 可是八十歲的老人家 其實要動那個手術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就有問醫生說 那如果不動 就是不做酸塞怎麼辦 那醫生就說可能就是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媽聽到也很難過 然後也覺得說 那到底要不要讓外婆知道 這個東西就 所以後來就是跟醫生商量的結果 就是 因為好像有些 就是以癌症來講 就是好像要看病人 他自己的求生意志 有些人知道他自己有癌症 他可能就整個 對 就可能會變嚴重 可是有些人就是 他會積極治療 就會不知道是哪一種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所以醫生那時候 幫我們想的結果就是說 就是跟外婆講說 你狀況都不錯 只是可能 年輕的時候比較累 因為外婆年輕 都是幫家裡種田 然後又 又要帶小孩 然後家裡又有事情 對 然後就是說 可能年輕比較勞累 所以現在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每個月回來追蹤 然後定期追蹤 看你的狀況 然後做治療 然後就是說 請我外婆不用太擔心 對 然後所以 我外婆就一直就是 就真的就覺得他自己沒事 然後因為這樣子 好棒喔 對 他四年之後才離開 然後其實到離開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敢癌 好棒喔 還活得滿開心的 對 就是後來就是我發現 有一些人就是說 你不要把自己 尤其好像是癌症這個東西 就是你如果不把自己 當病人的話 好像就是對某一類型的病人來講 其實是好的 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會看病人的狀況 如果他是一個87歲 88歲的老人家 根本就已經有點無憂無慮了 你何必去告訴他這件事情 因為他最後死亡 也可能是中風 也可能是其他毛病 可能不是因為癌症的本身 對 可是像有一些病 就是有一些家屬 那個老人家可能才60幾歲 不到70歲 他們也是選擇隱瞞病情 其實這種我們常常會勸他 他最好不要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就有一個病人 他65歲的時候 被診斷出來胃癌的事情 可是他時候他很奇怪 他胃癌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他就很倒楣 他就到處跑 他就到處跑 所以他有覺得不舒服 他有覺得不舒服 然後結果我們去開刀的時候 我們本來以為可以開 我們本來以為沒有那麼嚴重 結果開進去 結果發現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加在我間來看說 這個沒有辦法開 就關起來 可是他要我騙他 爸爸說 對 他要我騙他爸爸 開乾淨的 那時候我就說 你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我說那你們後續 都什麼治療都不要做嗎 我說如果你騙他太乾淨了 你後續他要做這麼多治療 他會答應嗎 對啊 他會答應嗎 結果他們家屬全部投票說 就是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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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麼辦 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當然還是會尊重家屬 這理路上是不行 理路上因為病人有知道的權利 結果後來後面 他只剩下半年的命 這就是半年之後他離開 大概有什麼時候 他在醫院的床上 他後來當然是知道了 他只跟他小孩子說 我說 他就跟他小孩子說 他說 對 他說因為我現在其實 他還想要做一些什麼事 對 他明明如果你早點告訴他 就算他不選擇積極的治療 可是他有兩三個月 他是可以自由我動作 對啊 不會搞到後來變成這個樣子 他說沒辦法選擇他的 他生活要怎麼樣 對 所以 還是看個人 好難啊 真的很難 對啊 其實我們在以前也噴過幾個 像以往這種狀況 好像每個時候都噴過 老人家來掛肌層肚子痛 腹膜也常阻塞 先上完就是大腸癌 大腸癌怎麼辦 一定要不開刀 你腸子會破掉 我們當然就可以和子女先講說 父親有大腸癌 那通常在以往的子女說 你先把腸癌 醫生我們來牽制 你開就好 對 可是我總不能把病友 把他先麻醉打昏了 把他推到牠房開刀 總之要先告訴說 伯伯你要開刀 那他問說開什麼刀 小包盲腸 那白癌都是腸 結果後來老人家有時候 其實有些其實 宿前就半信半疑 那有些我們也噴過 就是他宿前是非常信任儀式的 可是你說是盲腸 為什麼看到我醒了之後 從這個胸部畫到這個 畫到這個下面 大盲腸 大盲腸 而且旁邊插了 所以你不要看老人家 老人家雖然有時候沒有讀過書 不過他的經驗知道 盲腸山頭是在很小的 大概一天 兩天排氣 放屁了之後就可以吃東西 然後幾天都回去 你為什麼我兩個禮拜 我還不能回家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碰過 就是這種一開始 大家都認為是善意的謊言 結果後來發現 我還記得有個個案 大概在十年前 為什麼我對這個個案 印象很深刻呢 我們都知道媒體常常 常常會有一些寧人笑意 就隔天記得很多 一寸一寸我好像症狀跟 跟症狀 跟症狀很像 一寸我來看的時候大腸 十年前是有一個偶像團體 有一個很年輕的偶像團體 其中一個成員 他二十幾歲 翻牌就死掉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 或許有新聞還有印象 他就是一個很 看起來活力十足的 一個偶像團體的成員 不過他的成員 那他後來死掉之後 這個新聞就劍爆了 劍爆了 隔天我在看著的時候 就有一個太太帶著他先生 他先生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確實很累 年輕人 也是二十幾歲 一來之後 他太太就說一聲一聲 我覺得 我先生可能 該有問題 為什麼呢 他在竹科上班 工程師 日野超 夜野超 最近看到變得比較黃 我說那你就躺下來好了 我發現做個超遠波 診療 我們旁邊就有超遠波 結果真的沒想到 他躺下去 我的看頭 一放下去 第一個超遠波影像 對 真的耶 這個完全出過我的意料 因為我本來認為他是一個 來 對 因為媒體的一些新聞 然後就這樣 所以可能那個時候 我的表情大概就 真的很自然反應 就露出一個 最重要的表情 結果他太太非常敏感 馬上就說 對 他這個一問之後 我反而更有一點好像 什麼好像冷不防的 被揮了一拳 好像有點招架不住 我說沒有... 我再看仔細一點 我就往探頭 再一轉之後發現 其實不是一顆 所以我就好像更 更更掩藏不住我的這種 這種意外的發現 好像肝臟都這樣 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就檢查做完之後 我大概也很難 裝得很輕鬆 所以後來我就做完 我說先生看起來是 你說是日夜加班很累 那看起來卻是 也比較... 有點黃膽 那我覺得這個超遠波 畢竟他影像不是很清楚 就這樣講 所以一講完之後 他太太就... 他太太跟病人本身就 他們也意識到 可能他的狀況 不是那麼多單純 等檢查斷層做完之後 其實從影像學上 百分之九十九 可以篤定 他其實是日夜加班 而且他都好幾顆 他都好幾顆 對 結果講完之後 下一步就發現 爆頭痛哭 其實我雖然沒有講 其實可能 你的肢體語言 你的反應 或你的講話的 前面好像 衣服好像覺得不是很嚴重 然後後面就變很嚴肅 所以這確實很難 這確實很難 你也不能裝得很輕鬆 你現在要去上演戲的課程 表演課程 其實現在在很多的 醫院的醫護溝通的課程裡面 其實是有找我們所謂的 表演的專業人員 真的有 去告知 告知你怎麼樣 去展現你的肢體語言 我們肢體語言其實第一個 你展現同理 我展現這個 同理心 或展現關懷 不是說演 那不是演 對 所以其實關心同理的表現 其實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的 我們要先熱身 獅子 你們的表情太僵硬了 破 破 可是如果遇到像那種 家屬不希望你講 可是你又覺得 應該要講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這時候我都會跟家屬講一句話 如果你這時候 你得到一個不治之症 所以我們常說很多時候 我們沒辦法去代替病人 他到底 要理解到多少程度 可是剛才我現在的概念是 病人知道越多 他越清楚 結果很多媽媽 都覺得孩子都不懂 不用跟孩子講那麼多 其實在某些情況下 讓病患都了解的話 其實我覺得 剛剛大家講的都非常的沉重 就是像癌症 或者這種重大傷病的 其實 就是對病人生意的謊言的話 其實在我們小科醫師 媽媽 小朋友之間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日常常在發生的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遇過 就是像我覺得 我常常被父母塑造成 就是小朋友眼中的那種 虎姑婆 就是 那媽媽常常都會跟她講說 你還不吃飯 張醫師來囉 而且她就抓走你了 主公婆來了 張醫師喔 對 阿倫喔 而且在哪裡還是鬼來電的聲音 對 那為什麼作業 作業不寫 還一直打電動呢 我要告訴張醫師 什麼這種 就此類的這種 凡事 凡事 凡事都可以說 交給張醫師 所以有媽媽跟我看過了一下說 你可以做個一比一的人形立法 我翻回家好了 就組在我的面前 吃飯囉 張醫師在這裡 那其實這種傷害環言 其實是媽媽常常運用的 那我們自己小科醫師 其實有時候也會稍微利用一下 我們這樣子的權威 來幫助小朋友 因為常常會有媽媽打電話 帶小朋友來看診所 就說 真的實在是 身邊的時候是 非吃藥不渴的時候 那妳真的要吃藥的時候 她媽媽說 一天三次 一次要吃一個小時 然後就 跟她對峙 臥血 硬的軟的都來 好不容易吃進去了 她就是有辦法把妳吐掉 對 那像這種時候 我都會就是 會很堅定地看著孩子 就先問說 妳喜歡打針還是吃藥 這時候她就不喜歡吃藥 然後接著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妳講 我跟妳媽媽非常好 我是她的好朋友 妳知道嗎 如果妳今天回去 不乖乖吃藥的話 妳又把她的藥吐出來 妳媽媽就會馬上 打電話給張醫師說 張醫師 她又把藥吐掉了 我這時候就會跟她講說 快一點 快一點 把她帶過來 張醫師可以 馬上幫她打針 妳知道了嗎 我吃藥 我吃 就算吐出來也偷回去了 她會說 我不囉嗦 張醫師 我不囉嗦馬上吃藥 對 其實效果是 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在這樣是 在跟媽媽還有小朋友之間 達成一個小默契這樣 所以就是我們 比較輕鬆的一個生意的狀況 我們的小日常 我們都被當作工具 對啊 好用耶 然後就是說 比如說她小孩生病 然後媽媽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事 我說還好沒什麼 一般病毒感染 然後回頭 醫生說你不乖 所以要打針 對 我們還在說 你為什麼要說謊 而且他們還常常 就是 阿嬤帶孫子來 那一定必須 譬如打預防針 就 不得已 我們一定得幫你打針 打預防針 打完之後孩子大哭 他就說 摸摸摸摸 餘心拍拍 我們再去擺胖 對… 拍一下 拍一下… 我們就說 你要說醫生很好 是要幫你 你不會想說醫生是壞的 一點都不散 而且現在我跟你講 對啊 我小孩會學 現在餓飽不乖 兔飽會說 我帶你去到黃醫師了 對啊 這是我講的話 怎麼會變成你再討論 對 所以各大小兒科醫師診所 應該都可以販賣人行力牌 很好用 回來的課帶回家 剛剛小兒科說到的 都是父母跟小孩鬥志 那婦產科就會碰到 夫妻之間鬥志的問題 婦產科不是要很多寫嗎 我覺得很精彩 我就有個案子 大概是年近四十歲左右的婦人 那她就來門診說 醫生我昨天買驗孕棒驗有懷孕 我想要來確認一下 看現在懷孕的周數是幾周 然後我照完超音波 我就跟她說 現在是幾周 然後順便就餵教了一些 懷孕需要注意的事項 然後他講… 這病人就突然慢慢地皺起眉頭 看起來好像聽得不是很開心 我就說 怎麼了嗎 她說 醫生 那如果我現在要把小孩拿掉 可以嗎 我就說 為什麼 她就說什麼 我已經有兩個小孩 都已經很大啦 一個小… 最小的也小學五年級了什麼的 然後又說 我現在已經快四十歲了 算高齡產婦 我覺得這個風險有點大 然後批發講了一堆理由 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遵從病人的意願 我就跟她說 可是如果要做藥物流產的話 必須夫妻雙方都要到現場 然後我們解釋完同意書 你們確認沒有問題 然後簽名同意了 我們才能夠執行 那她就說 可是醫生 我老公現在人在國外耶 她沒有辦法來 我可不可以把同意書拿回去 然後傳真給她 然後請她簽完名再傳回來 我說不行啊 法律規定就是 沒有傳真這件事 講著…她就哭了 我說怎麼了 我有很兇嗎 結果她哭一哭之後她就跟我說 她就坦誠說 醫生其實這個小孩是個意外 好天啊 然後她就講了一串故事 然後因為婦人之人 我看她這樣我也滿… 我覺得她也滿可憐的 所以我就幫她想了一個辦法 我說這樣好了 你回去想辦法 你自己想辦法跟你老公說 你有懷孕這件事 然後徵詢她的意見 如果她也同意流產 那你們到醫院來 我們解釋完同意書 那我可以絕口不提到周數 就是不要讓她起疑這樣子 這是我可以做的 在不犯法的狀況之下 對 我這樣應該不算說謊吧 我只是算善意 你絕對善意 我只是沒有善意 我也是這樣說不到了 對… 我這樣應該不算說謊喔 不好意思咧 我們之前其實在加拿大念醫學院的時候 這種病患溝通 我們是請了一個律師的教授 來跟我們就是上課的 因為在那邊如果你就是沒有好好的溝通 是病人最高的 那時候它就是其實有兩個原則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不完全適時的 跟病人溝通的時候 就不完全適時裡面 你要有兩個元素 一個是 然後第二個大原則是 你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就跟減肥悶診一樣 你要幫他建立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很美好的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呢 能夠讓他就是安撫到他的情緒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在多倫多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太太 她的先生是工作狂 然後就搞得自己筋疲力盡 然後很累 然後就經常會腰痛 那這個腰痛的狀況呢 他就是吃止痛藥 就覺得不痛就好了 然後就放著 然後大太很擔心他 就覺得說 那如果是一直這樣子下去 他很擔心他的生肌會附和不了 是 對 所以就是請我說看 能不能夠跟他說 就是怎麼樣能夠讓他減緩 就是減少他的工作量 所以第一次呢 我就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太太這樣很辛苦 那未來呢 如果到你們七老八十的時候 他還要很辛苦的照顧你 然後還要幫你就是做很多 就是額外的工作 這樣很辛苦等等 然後那時候聽了之後 就覺得 對 我太太很辛苦 好 然後她就繼續工作 然後 後來 對 然後他就完全就是沒有理會 我就是要跟他建立的畫面 後來呢 那個他先生又是痛到 就是一直吃止痛藥 然後受不了 然後就又進來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問他說 你們就是 現在有小孩了嗎 他說有啊 我們有一個五歲的女兒 女兒五歲了 我說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繼續這樣工作啊 你看不到他結婚的那一天 他就說 看不到結婚那一天 然後又摸一摸他的腰 我說你知道你的腰很辛苦 在幫他工作 然後呢 他現在呢 已經跟你求救了 但是如果你繼續這樣子折磨他 可能二十年之後 因為現在五歲嘛 二十五歲 他要結婚的時候 可能你必須要自己推 就是自己滑那個輪椅 然後 然後他就激動了起來 他說好 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們就教了一些運動指導 然後建議他就是 包括就是一些 比方說包包啦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面 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後來太太就覺得奏效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有效果的方式 這裡算有一點點善意的恐嚇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騙病人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騙 但是有時候騙到他 以後我們自己都很心虛 就覺得 這種喊話都講得出來 不過有時候真的是 家屬要求 因為其實之前我幫一個 四十幾歲的那個 開盲腸炎嘛 看完之後他隔天 其實就恢復很好 第三天我本來就叫他出院了 結果第三天我要進去看他 我正想要叫他出院的時候 他還在門口把我攔住出來 現在應該是可不可以 拜託我一件事情 我說什麼事 那可等一下你進去跟我 看我老公 我就會跟他講說 叫他不要再抽菸喝酒了 我說我可以跟他講說 最好不要抽菸喝酒 最身體不好 他說不是不是 你這樣講他不會聽 我說那你要我怎麼講 你跟他講說 他如果再抽菸再喝酒 我就想說 水會被我開掉 還復發力非常高 他就說 你就跟他講說 他如果再抽菸喝酒 這盲腸炎會復發的 這個刀就白開了 你看他這樣 你看他不會怕 你看他的盲腸炎很痛 我就說可以真的 你真的要我這樣講嗎 他說我拜託你 他真的抽菸喝酒 很兇 我真的很擔心他 我覺得只在那邊 猶豫了半天 說我真的要這樣講嗎 舒涵啊這個 不是 我正在講說 我正在講這對的酒 我已經給我的老師 我說最後我有講了 好厲害 沒有喔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跟他講說 我跟他講說那個 你是不是有抽菸 有喝酒 我說先生你是不是有抽菸 他說對啊 他說對啊 我看到的時候就看到你 那個肝就很爛 就很差 你有抽菸對不對 那不然你盲腸都不健康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雖然處理完畢 暫時而已 你現在如果再抽菸 再抽菸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要再辦個派資 所以我又要考慮一下 他說醫生真的嗎 麻煩你還會抽菸 還會再復活 我沒聽過 所以我還以為 還是有人這樣報導 好慘 這樣 而且你再一個網 好奇他不知道盲腸 他說真的喔 可是不是盲腸 割掉就沒有了 然後另外一個網 也另外一個網 他一直在大謊 重重點是那個病人回去 到處跟人家講說 對 他是家醫師說的 太極善意的謊言 有說是因為醫師 也必不得已的 要這樣說對不對 真的 我們也是處於好心 你們曾經被迫傷亡 到有些自己都覺得 受傷了 我們真的是為了救人 我們是被迫說的 對 之前在那個江戶病房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 那一次我手交病房 然後我就看 樓下急診就匆忙著說 一定要急退一個病人上來 那個病人進來 非常的吵 我想說到底怎麼了 就一個其實蠻大的女孩子 大概十二三十 應該上國中其實 是很能溝通一個孩子 可是因為她喘 她氣喘急氣發作起來 她很不舒服 她幾乎就是 氣不到太空氣這樣 她越不舒服 她又越哭鬧 然後我們就聽到我們小姐 不然她說 妹妹妳不要動 妹妹妳冷靜一點 妹妹妳不要這樣 當然就在她面子呼喊妹妹 可是妹妹就是更大聲的 哭喊跟尖叫 然後 她就說那可能 腰腰腰抖了 就是腰腰氣管插管 因為她太喘了 然後都完全不能呼吸 然後都完全不能呼吸 我就在旁邊 看不過去 我就輕輕地走過去她的耳邊 講了幾句話之後 我就走回來 後來她的妹妹就安靜了 阿姨我可以打點滴了 然後小姐就很快地 趕快把這些點滴上了 給要了 然後吸蒸氣 她就穩定下來 然後就沒有氣管插管了 這時候她們就很好奇 妳講什麼 對 妳到底講了什麼 她說妳講什麼 妳到底跟她講了什麼 我說沒有 我就走過去跟她講說 沒錯 其實這也不能算謊言 其實這也不能算謊言 她講得重了一點點 對 而且氣喘氣臟有沒有很危險 對 講得重了一點點 可是當下當然沒有說 立即馬上遇到戰 可是我只是講得重了一點點 不過這麼大的孩子 其實事後 她冷靜之後 妳要去跟她講 我還是有去跟她講說 就是稍微 當然這個 我還是跟她講說 這病嚴重性 真的可能會致死的 一定要配合 可是當下阿姨 不是說妳真的那麼嚴重 是希望妳配合 也會跟父母講一下 要不然會容易造成疫病的糾紛 因為她就說 醫生恐嚇我 我記得有一個個案 其實講起來是有一點 有點慚愧 這真的是完全不符合 專業上的表現 有一個病人 現在是有個減傷分類 她跟我減傷分類講 她說 護士就問她說 現在哪裡不舒服 蛇跑到我身體裡面去 蛇 會聽到精神病嗎 蛇 會有一些青筋 你看看 蛇 究竟她剛才走過去 這個就怎麼了 不時一看就 也不要再問了 所以我講醫師這個交給妳了 我說 那先生請問她 什麼時候跑進去的 她就剛剛 我說 妳好能跟她溝通喔 她說 現在好像到肚子了 我說這樣子 好像躺下我摸摸看 是眼鏡頭還是情侶師 摸摸看 然後她躺下我就摸摸摸摸 我說先生 我覺得她應該是跑出去了 因為我沒有摸到 很棒 很棒 我說她應該跑 她說沒有醫生 真的還在 我知道她還在 要怎麼辦呢 要跟她一直耗下去 要不知道耗什麼時候 後面還有病人 我們就開熊房給她吃 但她好像寫中喔 結果後來 我就沒辦法怎麼辦 我說 我說先生 我說妳不要乾淨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基本上我剛剛摸是沒有摸到 那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那我就幫妳造成S光片 如果這三個都沒有看到 我就相信她應該是跑出去了 而且S光片很清楚 S光片比較容易看 對… 肚子 肋骨 骨殼 就看得很清楚 腸子氣 大便都看得到 她聽說 好…那我們去造成S光片 造完之後 我就請她一起來看 因為S光片 一張片子解剖位置 相對來講 一般人會有些概念 我說先生妳看 這個是肋骨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腸子 妳看沒有看到蛇 有蛇的話是一條這樣子 我說 我說 應該是 她聽了之後 就半信半疑 看了之後 摸摸自己的肚子 真的跑出去了 我說真的跑出去了 這故事好荒謬 結果她就回去了 回去沒有結束 我要打電話給她加明 就打電話 有人接了 我說對不起 請問您是某某某的家屬 她說是啊 我說她爸爸 我說她如果回去的話 妳要盡快帶她去看精神科学 她爸爸說 不要理好 她看太多次了 她到來會說 所以她大概是 她本來不是在我們院就醫的 大概是看了很多院 看了她之後 大家都知道她的狀況 可是妳很棒啊 所以她第一次來我們院看 這從頭到尾坦白講 這是一個明顯的謊言 不過那個時候 如果妳不幫她這樣做 妳不解除她的疑慮的話 她不走 對 其實坦白講 有更多比她危機的病人 所以妳不能一直耗太久的時間 不要再浪費醫學 醫療支援 下次直接找一個護士說 她就會走了 她就會走了 我發現這間 醫院裡面 整個護士都有耶 對啊 下次就不敢來了 很像耶 下次就不敢來了 很像 她最近有那個白蛇狀 沒有那麼大字 其實我們真的很怕遇到 像這種有點 精神方面的毛病 因為妳又 明明知道她很乳 明明知道她精神有狀況 可是妳又不跟她說 小姐妳可以去看精神科 是 妳不敢這樣子跟她講 因為其實這種病人很多 其實我們之前有個病人 她還27歲 其實長得很漂亮 她一進來就說 佳醫師我那個 右邊乳房很痛 我就要看一下記錄 我說妳上禮拜 不是才剛在我們醫院 照過超音波 我說沒事嗎 她說對 可是照完之後 這兩天又很痛 她說我們跟上禮拜不一樣 妳可不可以再幫我照一次 我就想說健保局哪有 可能讓妳兩個禮拜 就每一個禮拜 給我照一次 可是她在那邊爐 我說沒辦法 我說好不然妳等我下午 我只幫妳照 我當然就是不用錢 我自己去幫她掃一掃 我就說沒事啊沒事啊 就隔沒兩天 她又跑來我門診所 我說不會這麼倒楣 是心臟不舒服 因為有些女孩子的 心臟的梗塞 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可能會瞬間倒地 可是女生有時候就會不點心 我說不會這麼衰吧 我就說不然妳去看一下心臟科 我說那妳去看一下心臟科 結果她也真的去了 剛好那門主在那邊 我就去看心臟科 就中午她又回來說 所以我說那個不像 那沒有問題 她問我說那怎麼辦 我說你這個東西 很像我以前老師教過 我一個毛病 我告訴你這個有個特效藥 幫我們去打一陣好了 那這個藥 一般人我們是不會打的 都是像你這種就是 頑固型的胸痛打很有效 我就開了一個人口 給她一擊針打 打上來 半個小時她坐在那邊 她也不走 她不是打完就走 她打了就是到我們 悶著那邊坐著 最後一個小時之後 她就自己來敲門說 小燕師我跟妳講 那一針有效 妳怎麼不早妳幫我打 我想說我看到鬼了 沒有 我就覺得說 因為有的病人她會 希望妳把她的疼痛 當作一回事 她做一種 比較激烈的處置 妳開藥給她吃 或是妳跟她保證 有效都沒有用 妳乾脆跟她打一針就好 那之後她們每個禮拜都來打 沒有 她沒有每個禮拜 她是滿常來打的 其實有時候 真的就是依那個心病 或者是把那個病情緒安平下來 其實有時候我就覺得 妳已經知道她來討拍了 那就給她拍一拍 我的意思不是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她看遍了所有醫院的醫師 就是我們醫院的所有醫生 她都看過 甚至覺得其他醫院她應該也看過 然後在大排的什麼 她都去看了 然後她的病歷非常的多 那個電腦 她可以一個禮拜 可以看兩三個醫生 然後就是很多 我一看 我知道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給她開藥 她就要開檢查 她就會滿意的離開 可是我實在不忍心 因為我第一個 我開藥 我根本不知道她跟前面的藥 到底有沒有吃 我都不曉得 那麼多藥 如果全部加在一起 她真的乖乖吃 那還得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前面的醫生 到底怎麼跟她解釋 說這個不要吃 你吃我的就好 我是覺得很複雜 所以我基本上她來 我絕對不開打的藥 我絕對不會要她拍檢查 我就說 最近好不好 最近好不好 你現在高級啊 你最喜歡哪一堂課啊 然後我說 最近你有沒有看什麼電影 反正 那我就給她拍嘛 對啊 我就跟她這樣 麻吉麻吉這樣子 不錯喔 你重控制一下 好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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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真的 不要講 我太入戲了 反正就是 我就跟她講這些有的沒的這樣子 講到這裡我就想到了 我有一個朋友她也是因為太爐了 後來爐到最後 被人收到一個小城吧 怎麼了 就是她有一次呢 那朋友不小心呢 就是這樣撞到 然後不小心有一個擦傷 就跑到醫院去問醫生怎麼辦這樣 結果醫生一看就簡單看一下說 這還好啊 這小擦傷沒事啊 然後就開了一個那個簡單的藥膏 就跟她說 回去妳就洗完澡擦一下 早上起床的時候再擦一下 擦室量就好不用太多 後來呢 這朋友覺得說 我都已經到醫院來了 醫生妳就這樣子把我這樣 認為我沒事就這樣叫我回家 太吵帥了吧 可以解釋清楚一點啊 所以她就說啦自己想問題 那醫生啊 我這洗澡的時候 我要不要先用那個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傷口不是不能碰水嗎對不對 然後醫生說 這樣喔 那妳剛剛說 醫生說擦藥膏要適量 是要擦多少才對啊 醫生說 我說的適量呢 其實就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厚 因為擦太厚反而效果也不好 最後呢她就說 醫生那妳說這樣 我這樣什麼時候可以好 如果照妳這樣的話 我大概怎麼樣可以好得比較快 這時候呢 醫生就很冷靜地告訴她說 妳在擦藥的時候呢 妳就把手舉起來 然後來擦藥 因為這樣子呢 手舉起來呢 可以那個增加血液循環 所以這樣呢 傷口就比較快癒合 懂得嗎 所以妳現在回去擦藥的時候 每次擦藥 擦完妳就把手這樣舉 舉五分鐘 妳就會很快就跑了 醫生 我就一聽就知道 是不是被醫生 對啊 妳是妳朋友還是做了 少做喔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 妳知道嗎 有一次我就看到她 是被蚊子叮 然後她擦完那個蚊子藥的時候 然後她就這樣 慢慢繼續講 我說妳為什麼要這樣子 妳不是被蚊子叮索 這是什麼意思 她說 這醫生跟我說 因為這樣血液循環比較快 所以好的比較快 我問她說 原來她是被醫生 就太嚕嚕到醫生 給她回家一個小懲罰 今天聽了那麼多 其實我真的有的時候 善意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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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有個例子 因為爸爸那時候去年 就到那個後期 就已經進安寧病房 那進安寧病房 爸爸其實知道 可是爸爸的醫生就來看她說 沒事的 那其實爸爸 聽了幾句話之後 我覺得她其實有被鼓舞到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 一止 真的 妳雖然是逼不得已的善意的謊言 但是這樣真的幫了大家 很多的忙 真的要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小主持人 謝謝小媽媽 今天晚上跟她們再見 拜拜 黃醫師 就是每次我們離開小孩 有小孩子都哭得 亂七八糟 我們說這個小孩有分離交流 可是好像不只小孩 媽媽也會對不對 對啊 其實很多媽媽是自己跟我坦承 譬如說 她可能來的時候還在抱怨說 小朋友是很黏 晚上睡覺黏著我等等 然後可是當我跟她講說 那妳其實可以適度的放手 或什麼的時候 她可能又說 可是如果我很焦慮 我是不是會影響到小孩也很焦慮 我覺得會啦 會互相 但是這個學齡前都還好 那現在就怕就是 當妳孩子已經開始上學 甚至再更大一點 她已經就是已經離家了 那那個分離焦慮是 有些爸爸媽媽是真的需要看醫生的 因為她開始放不了手 她會逃避免還扣 她會去 幫孩子安排所有的事情 只為了要掌握她 那這個妳想想看 如果到一個孩子已經成年了 18、19、20歲了 還這樣做的話 那這個爸爸媽媽的分離焦慮 就真的需要專業人士 來協助她能夠放手這樣子 如果說妳開始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首先妳不要自責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媽媽她自己承認 不用自責這是正常的 先讓她了解這是正常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妳要信任說 妳沒有辦法帶給孩子的 百分之百的愛 很多爸爸媽媽都覺得說 只有我 只有我可以 當妳放手給其他人 不管是妳的先生 不管是其他親戚 不管是老師 不管是未來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或同學 其實讓她在其他人的互動當中 她得到的愛 也許能夠更完整一點 當然妳的是最大宗的 但是其他可以更完整 第三個就是 很多媽媽或爸爸 她的自有分離焦慮 是因為她自己沒事做 空空氣 退休了 沒事做 說的事情都在這邊 或者是這個全職媽媽這樣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 至少有一點星座 不一定要找個全職的工作 或是真的正式有薪水的工作 志工也好 或是一些服務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讓妳的生命 有另外一個層次的自信心 跟成就感 然後有其他的意義產生 那最後一個 就是妳剛剛提到的 雖然不要自責 妳有對孩子分離焦慮 也不要自責 但是妳也不要把這個焦慮 轉嫁給孩子身上 當妳這樣做 就是情感和食物 你看我這麼愛妳 我全心全意都為妳捨去 妳怎麼可以不打電話給我 那這樣的話 就是把妳的焦慮轉嫁在孩子身上 其實妳是把孩子越推越遠 好 了解